好的主持人早上好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雅加达南区的四南沿圆桓路 三双号车牌先行令的检查站 今天早上我是大约六点多的时候 抵达现场并观察到了这里的交通状况 不多也不少 但是现在是已经七点多也 进入了上半高峰期 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的交通状况 比我刚才六点多的时候还要多 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交通堵塞 此外根据现场工作人员 也是负责任Eddie表示 此次检查工作是从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 八点结束 此外由于现场的红绿灯停居 在现场有将近30名来自雅加达交通局 警察以及城管的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协调工作 轮流让从安达沙利或者是Block M的车辆 轮流通往四难言的道路上 然后之前早上七点多 由于有比较多的车辆 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进行了协调 就是方宽了几个平章队 从原来的方开一个道路上 现在是方开两个道路上 除此之外 此次的先行令是针对驾驶四人七车的市民们 但是有八种交通工具是不受该先行令 其中是包括摩托车 消防车 救护车 还有 大载三级人乘客 以及石油燃料 车辆 公共交通 以及国家官员的车辆 除此之外 我刚才也是采访了一些驾驶四人七车的市民们 有的人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政府时事的单双号车牌先行令 另外有的人也是表示不赞成 因为他们家里只有一辆单号或者是双号的车辆 除了驾驶四人七车的市民们 我刚才也是采访了一些骑着摩托车的市民 他们表示很赞成政府时事的单双号车牌先行令 因为他们不在需要出示工作证 所以可以轻松地路过后面这条路 以上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回到袁博士主持人 谢谢苏贞 谢谢苏贞从三南洋给我们发回来的这个报道 注意安全